不立碑、不安慰、不焚烧、不现花果 近年兴起的生态环保藏,你能接受吗? 继雪州之后,森州将是我国第二个推动响应绿色环保藏的州属 森州政府联合孝恩园在汝莱打造中国内首座绿色生态环保藏植存园区 植存的入土流程简约俐落 简单追丝后,把骨灰倒进植存土坑,放进花瓣,再附土 一事就圆满完成 整个过程和华人传统入土为安的概念是一致的 环保藏是海藏算是好环保藏 树藏、花藏、我们植存 大家都是几乎都是一样的东西 不过在西方国家可能他们的做法不一样 有一些植存或者花藏是什么 它不是完完全全入土 它还是有一个罐放在罐里面降入下去 现在我们推的主要就是完完全全入土为安 在整个校恩园里面我们准备会有十个点 每个点大概也有那两千个位置 总共大概两万 主要是在这个环保园区里面就不允许做什么仪式啊 或者供品啊烧香啊 不能在那个园区里面 完完全全是环保的概念 推行一个全新的葬礼模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州政府在这之中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没有这么简单 第一能够接受度多少 不怕讲的 开始一些连强者根本不接受 或许一些团体他说也很难 所以种种的原因我们没有停卸下来 都一直在努力再加强再鼓吹 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佛化的那个年代呢 的确还很多人反对 但是我就也强调到今天为止呢 根据我们资料翻译 现在华人选择佛化的是70% 这意味着有点好好的推动 然后跟时代的需求 所以我认为它是可以被接受的 生态环保藏不仅对环境友善 符合环保节地的未来趋势 简约的流程也减少了所需的开销 对环保主义者和低收入群体而言 无疑都是一项好消息 然而藏里的选择终归没有好坏和对错 只要逝者和家属的意愿得到尊重 不管采取什么仪式 都将会是最好的一场告别式 我也在强调 这个不是强制的 而是多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认为整个华社 这个时候呢 来一个自我的一个检讨和探讨 这种生态环葬的可能性 如果能够做得更加前面 我倒认为对华社的葬礼方面 是一个新的起点 然后多一个选择 不